主席 好 謝謝 我請一下部長好不好 站位好 部長好 部長 那個Ed Royce 他是禮拜五的下午來的 是 禮拜五下午然後去總統府 那禮拜五晚上他到了那個立法院來 是 我們有一些委員跟他一起吃飯 那是禮拜五的晚上 是 禮拜六的中午是外交部請 是 在圓山 禮拜六的晚上這一群人跑哪裡去了 大家都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 你也知道 您有在嗎 不是跟楊姓楊總會長他們 這一批這些委員跟僑胞見面 是 總共有七個綜藝員 是 他們分兩批 一批跟他們選區的僑胞 好像是德州那邊 德州的 那一批是加州那邊 就跟我們加州這個 僑胞多努力 你看看 這些僑胞只回來台灣兩天 是 我很感謝 我大概也了解 兩天 就是為了要宴請他們 他們七個綜藝員 有五個跑去跟達拉斯的那些人吃飯 兩位 三位 三位綜藝員 跑到跟我們加州那些僑胞吃飯 就禮拜六晚上 然後昨天他們就回去 他們是做軍機 你們也知道 美國只要有五位以上的綜藝員 向政府提出申請 政府就給他們專機 對啊 這一次他們有七位 結果他們就是七位來 台灣要等到這一天 不知道等到民國幾年 還可以有專機這樣出來 美國同時有七位綜藝員出來 一起到台灣來是不容易 尤其我們馬總統 在總統府給LOS一個勳章 有政勳的 據我去調查 給現任的外國的眾議員 這種勳章的 總統府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所以可見LOS對我們台灣的這種支持 他去中國 他去印度 他這個飛機本來就要直接回美國 但是他堅持要到台灣來 跟他同行的眾議員說 你為什麼要到台灣去呢 你已經去台灣兩次了 我們這次到中國印度就回去 但是他不要 他堅持一定要來 也是讓來僑胞請那一餐 其實那一餐都在同一個地點 但是不同層樓 我非常有幸剛好三次 就是立法院外交部還有僑胞 這三個我都參加 全台灣大概沒有人 大概只有我剛好這三個參加 那我三家我現在不是要講的這個參會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眾議員 他一上場在立法院晚宴的時候 他就提了一個問題 他說TIFA很重要 TPP很重要 但是呢 美豬進口台灣非常重要 他一直堅持希望美豬 當然我把它解讀為 他也是講給其他的眾議員聽的 因為那些眾議員 有的不是共和黨 也有一些是民主黨 有一些是那個 那個美國豬肉的這個這個產地 他也肯定也要講給他聽了 但是美國豬肉要進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外交部跟農委會 衛福部都要好好的把關 會 後來我一直也跟他們解釋 在參會的時候 我說美豬跟美牛是不一樣的 台灣生產牛肉只有百分之七八左右 其中百分之九十幾要靠進口 美豬肉完全相反 台灣自己可以生產百分之九十幾 你進口的只有百分之十 現在甚至我們台灣已經在進口美豬了 已經有在進口 不含萊克多巴胺的出入 一年一千多萬美金 最多是三千多萬美金 那個占我們貿易額六百五十七億 跟中美的這個 台美的這個貿易額太小了 非常低 你為什麼一定要提這個問題 不過他們也大概有一個了解 但是因為有其他這個議員 地方的這個壓力 他們也要提出來 但是我是希望這個 下禮拜也許有種質詢的時候 我還是會提這個問題 就是說希望能夠把這個豬肉 盡量一定要把它擋著 好不好 我們了解這個事情的重要性 對 另外這件事情 關於那個國院的事情 我認為事情已經告一個段落 你們也解釋了 因為吃都已經吃完了 都消化掉了 但是不要再往上無限上綱 真的不要 我完全同意 其實我剛才也跟蔡委員講得很清楚 其實我對外沒有做任何的發言 我覺得我們有招呼不周 就應該道歉 那我們有招呼不周的地方 我們也願意改善 我想就是這樣子而已 不是 你在無限上綱 事實上沒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 我完全同意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我去參加一個宴會的話 如果那個整個廳 整個桌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是只有我一個人 我會先想說 我可能走錯房間 第一點 我走錯房間 我去參加那個人家婚禮的時候 我真的走錯 那個精華飯店四樓出去的時候 左邊也是結婚 右邊也是結婚 兩個照片擺在一起 我怎麼認識那年輕人 我是認識他爸爸媽媽 我根本不認識那個年輕人 走錯了 紅包給錯了 後來他們講說不是這裡 我趕快跑到那邊 又把紅包這個換過去 第一個我想說 我是不是走錯房間 第二點 如果這一桌只有我一個人的話 我會想什麼 我是不是做錯桌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可能做錯了 那一天 這個高總裁 他所做的就是這一桌 就是 我把名字遮起來一下 就是第六桌 藍色的第六桌 對吧 我都了解了 這是他的 我跟委員會 真的是 我是很誠心的 跟高老總真的表示道歉 有橘色的三桌 有綠色的二桌 他的應該是黃色的六桌 藍色的六桌 但是他做的是哪一桌 他做的是綠色的六桌 所以我說 有時候自己想一想說 我是不是做錯了桌 但是我不是說外交部 你都沒錯 如果 我們疏忽的地方 我們要改善 真的要改善 我完全同意 我們喬色在辦這個活動 二三十桌四五十桌 如果有一桌只有一個人的話 那一桌就不要開桌 我小孩結婚的時候 我也是辦了很多桌 看到有一桌不要說一個人 有三個人的我就不開桌 省兩萬 對不對 馬上省了 另外一桌四個人的不開桌 又省兩萬 然後把他們集合在一桌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外交部也有疏忽 不是沒有疏忽 但是事情告一個段落 不要無限的上綱 好不好 我希望所有當事人 完全同意 我們都是照個人來計算 所以我完全同意委員的說法 以後還是需要改進 對 要改善 要改善 另外我想知道一下 這個因為M503的事情 因為時間關係 我盡量短一點 M503的事情 雖然跟那個沒有關係 但是對我們加入ACEO也沒有幫助 我們是不是可以借這個問題跟ACEO講說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加入 跟WHA一樣 我們沒有加入很多問題 我們資訊我們不曉得 兩岸會產生誤會 對我們明年舉行的這個 這個ACEO的會議有沒有幫助 我們也有把這個相關的資訊 透過美國也透過我們的友邦 這個通知ACEO 那因為我們也是按照ACEO的慣例 就跟中國大陸來針對M503 來做這個進一步的協商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方式 應該是比較有利的 那我們希望說 對於我們未來 跟ACEO之間的聯繫有幫助 我想基本上 我們是往這個方向來看 好 請繼續努力 那個剛剛有委員提到 外交車牌 我當然 因為這個是根據台美特權 免稅那個協定 是 但是我認為還是不容易 真的 那個有能夠這個外交車牌 事實上還是不容易 比方說 美國 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 我們那個執照 駕駛執照 雖然可以換國際駕駛 但是美國根本不承認 你台灣的駕駛執照 現在承認 現在有九個州都承認 現在 對 我們還在努力 其實還會增加 其實還會增加 基本上都OK 直接去換照就好了 這些都是外交的一個進步 我們對這一點是非常肯定的 謝謝委員 剛剛另外有人 談到柬埔寨跟緬甸 現在那邊台商很多 但是你要設處很難 為什麼呢 柬埔寨的總理曾經表示過 他說只要哪一個柬埔寨的官員 替台灣講話 他就把他格子 他以前講過這麼一句話 但是那時候跟現在情況不一樣 那時候台商沒那麼多 現在台商很多 緬甸也是一樣 所以將來如果有設處的話 第一 我們也盡量可以考慮 我們有在考慮 我們會努力 其實我們現在柬埔寨 主要是胡志明是過去 我想委員也了解 對 過去當然不是很遠 但我們還是希望說 能夠更進一步的 能夠希望有一些發展 但冒邪設處 我想至少是第一步 因為現在也有碰到一些阻力 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阻力 能夠先把它消除掉 還是一步步來 從經貿的角度來看 我們那個行動的 就是也盡量可以多辦 當然是跨國 對 行動領務的部分 我們也會來 在美國是很方便 最多只是跨州 也沒有跨州 同一個州在跑 county跟county 但是那個跨國也是盡量 能夠多派幾次 就多派幾次 好不好 好的 另外剛剛有這個 那個委員也提出來 九二共識這個問題 我必須 我個人的看法 我跟部長講一下 九二共識這個問題 是歷史上很大 很偉大的一個發明 為什麼呢 我請問 沒有寫書面上 沒有 在書面上沒有寫出來 台灣承認九二吧 馬總統講過很多次吧 習近平有沒有講九二共識 他說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 來進行 所以兩邊都有 談到九二 就是最好的一個共識 另外啊 九二共識不是只有四個字 他後面還四個字 一中各表 九二共識是講給大陸聽的 讓大陸感到心安 一中各表讓台灣可以接受 九二共識讓大陸可以接受 我說這八個字啊 非常重要 因為有這個共識 因為有這個關係 讓台海兩岸的關係 維持了多少年的和平 這是我的看法 那個外交部不用表示這個看法 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我們都同意 我們都同意 我想事實上 這也是兩岸關係 過去這幾年和緩的一個基礎 就是在這個基礎下 可是我們並沒有放棄 任何我們的主權 這一點原則 我是跟委員也做這樣的一個 再度的確認 所以這八個字啊 安定了兩邊 也安定了美國 很多人各表嘛 你要怎麼表都可以 自己要怎麼說都可以 在大陸不承認 大陸不承認後面幾個字 但是它是全面的幾個基礎 他是願意去聽的 那個美國的黑白問題 也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幾個警察 老是在那邊殺了一些黑人 那這個 美國事實上 對這個是有很大的 這個社會的問題 那剛剛這個 陳委員也講出了 一個說希望能夠黑白 黑白的能夠協和 那我們有講一個笑話 就是一個白人 他要到黑人區 競選這個議員 那個白人到了黑人區 他說啊 我的皮膚雖然比你們白啊 但是我的心跟你們一樣的黑 是這樣子 所以還是要注意自己的發言 好不好 謝謝 好的是 謝謝委員 謝謝